妈妈以后的日子离不开你爸呀 那当初你跟我爸离婚的时候 怎么没听说你这样跟我爸说过呀 听到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去 再不回去可就没车坐了 忘了问你了 你不是开车过来的吧 我信我爸给你的钱 应该购买一辆车的了 会贵 妈妈以前是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妈妈是真心知道错了 你给你爸原谅妈妈好不好 女儿 妈妈今天不想回去了 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就在这儿跟你一起睡行吗 可以 但我同意了 那你也要问我爸同不同意 她的意思是她后悔了 我曾经给了她很长的时间 等着她后悔了 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爸 她终于说后悔了 还有什么用啊 爸 灰灰 都会是不错的 那你会是不错的 你会是不错的 我可以做什么事 我现在就想到我 有点子 你会做什么事 那我能够做什么事 我可以做什么事 我可以做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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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答应 爸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绝对支持你 爸 即使你们日后不能走在一起 我也不希望看着你们像陌生人一样 因为她毕竟是我妈妈 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 所以爸 爸 你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妈妈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跟妈妈好好谈一谈 也许你们谈开了 我妈就再也不会抱着 和你有夫婚的希望 霍霍 你比爸爸会处理问题 爸爸向你学习 爸 有其父必有其女 这些年我也受你的影响 学会了宽容 饿了还吃吧 吃饭好吃啊 站住 喝了 苏叶是你老婆吧 欠债还钱 赶紧替你老婆把钱还喽 换钱 不是欠你们什么债了 少废话 欠我们赌债的钱 借了我们的包历带去赌博 输了钱就不想还了 还有这个好事啊 要是他欠钱了呢 你找他要去 我跟他离婚了 法律上也就没责任了 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 他拿不出钱 我们就管你一样 我也没什么钱呢 我除了这破字形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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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喊 行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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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一套 正东 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饿了吗 饭做好了 赶快吃 一块吃吧 喝点汤吧 这两天辛苦你了 又做饭又说是我屋子的 这有什么呀 再说了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 索雅 其实你也知道 咱俩回不到过去 如果为孩子好 为彼此好的话 那就珍惜过去的缘分吧 别把过去那点东西给糟紧了 如果把过去十几年都给糟紧了 那咱可真就是白活 我知道我说这个你也不爱听 等我 求求你还是听我最后一次吧 咱就给孩子 留点美好的东西吧 行吗 就算为了孩子 我也求求你 咱缘分 你咱就到这儿了 你别往回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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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灰灰 妈 我爸这辈子 放过得不容易 你就放过它吧 你没有我爸 哥你还有我这个女儿 妈 慧慧 妈就后悔啊 妈真的是悔死了 妈 小薇 你回来了 我正说去找你呢 去找你跟你说谢谢 卉卉跟我说了 你最近啊 没少照顾她 我跟这孩子也说了 能遇到像你这样的阿姨啊 是她的福气 以后啊 得知道感恩 对了 还有 我以前哪儿做的不对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这人就那样 我有口无心的 我就直脾气 易阿姨 您回来了 妈 怎么了 站在这儿聊啊 刚好碰上了 薇薇 给你解决我 我给你解决我 给你解决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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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啊 让你受委屈了 没事 我没觉得受委屈 你一样 老是担心我难堪 这两天在我面前你都不提他 可是他呢 他让你难堪了 昨天我找他去了 我好好地跟他谈了谈 我觉得他应该明白了 没事 你不是说过吗 让一个人懂得反省 必须需要时间 那我们就多给了一些时间呗 小薇 你得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离开我 你傻瓜呀你 我离开你了吗 你看我现在不夸着你哥哥 我怕 我怕你离开我 我怕你离开我 谁认识苏燕啊 你们有什么事吗 苏燕欠我们的赌债为还 她说她老公的女人就在这儿 还是这儿的老板 她老公把钱都投在这儿了 没钱替她还 所以让我们到这儿来要赞 对不起啊 你们说的这个人我们不认识 可能你们搞错了 那就把你们老板叫出来吧 让我们看看她到底长得什么样 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们家没人认识苏燕 你们要干什么呀 就是你吧 没错 我看你人长得挺漂亮的 不是啊 跟谁不好啊 你非要跟一有老婆的男人 你要是跟了我呀 保证你不用这么辛苦 有了 干什么 干什么 苏燕欠我三十万 我看你这当老板的 应该有钱提她还 我们店里没有这么多现金 少废话 没钱银行取消 我们可以在这儿等着 晋明 你去银行看一下 赚什么多少钱 我知道了 赶紧的啊 到银行取个钱这么长时间 你耍我呢吧 说你们狠 我们走 要不要告诉郑冬 要不要告诉郑冬 最近他已经够忙的了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牵着他的经历 这件事跟你毫无关系啊 我觉得这些人不好惹 我怕你吃亏 那我能怎么办呢 大不了他们来了再报警啊 反正他们见到警察不就跑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喂 郑冬啊 晓薇啊 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你看你干什么呢 想我了 你就知道 萍 我就没事给你打个电话 看看你干什么呢 那那那那那 我分分秒秒地 盼着你给我打电话 今天下班以后 早点回家 是 老婆领导 好 拜拜 遥遥 大家来 吃肉啊 嗯 来 来 再来一块大的 你呢 薇薇 我 你怎么不吃啊 没胃口啊 中午在厂里吃多了 吃不下 我看得出来 这两天你情绪特别低落 是不是因为苏彦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无赖 都离婚了还赖得何家不走 我看她是铁了心的 要跟何振东复婚 到了这个关键时候 你得提醒振东 千万不能对她心软 你要对她心软的话 就正好让她抓住你的卵肋 到时候你们甩都甩不掉她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我和郑东什么都不欠她的 她干吗非要赖着我们呀 你能帮我想个好办法吗 我能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呀 对付这种胡叫蛮缠的女人 就得拿出一点狠劲 拿出一点狠办法来对付她 嫂子 我妈根本不是那种人 你妈要不这样的话 将来你妈就得吃她的亏 知道不 肯定是何叔叔 杨阳 我像她的天后 我最伤手 文字幕里面 我可以找她的 不是那種人 我这样就来 说不 说不 我云洛邻 那边 感谢观看 太过分了 卉卉把这件事都跟我说了 我没想到她越来越变本加厉的 小薇 要不这么着得了 咱结婚吧 咱惹不起她 咱躲还不行吗 咱结了婚她就不闹了 你这叫冲动 咱们那时候不说好的吗 什么时候该结婚 我希望结婚以后 两个人的生活是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 如果这些事情解决不了 那结了婚我也放心不下 再说了 慧和杨阳马上考试了 如果我们现在结婚 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那万一考不好呢 记不记得呀 咱们那时候说过 等他们考完试再结婚呢 小薇啊 我怕你再受委屈啊 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受的委屈你都知道 这跟那比起来算什么呀 那你陪我去给岳建明过生日 去他们家吃饭 那你不也是受委屈吗 那你这么一说 那咱俩还扯平了 就算是吧 就算是呀 还钱哪 给钱哪 叶晓薇 还钱 还钱 还钱哪 还钱哪 干什么哪 老大 警察 警察来了 又来了 算计走运 警察同志 谢谢啊 谢谢 多亏你们来了 来 屋里坐吧 走 来来来 快请进 请进 来 同志 抽个烟 来 抽个烟吧 你们叶总吗 他在分店忙呢 警察同志 多亏了你们哪 要不然我们店又别遭殃了 我们早就注意上这个团伙了 只是现在我们没有证据 还没法抓他们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在 我们心里就踏实 可是我相信 你们要是一走呢 那些人还会再来 小王 今天你就属在这里 好吧 不过 他们今天应该不会再来 因为 他们应该知道 这里 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这样 明天这个时候呢 我会派我的同事过来 好吧 好好好 谢谢啊 辛苦了 辛苦了 别这样说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游建明 警察同志 没事吧 没事 今天他们也没来 那就好 这段时间他们也应该消停了 是 走了 都已经过了三天了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了 是啊 警察每天都会到咱们店里来巡视一遍 我想他们不敢再来了 再不拿出三十万来啊 我们就把车开进来了 免了人我们可不赔偿 叶姐 他们又来了 还开着车 干什么呀 有本人就把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你以为有警察保护你 我就怕你 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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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走 小文 我打过机里给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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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住手 再不住手就把齐佑点着了 咱们同归于尽 快 真没见过这么要钱不要命呢 咱们走 你们等着 这事没完 走 走 倩兵 都刷满了 快去叫急救车去 快去 快去 走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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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 怎么样了 伤者的左胸部受了伤情 伤势比较困难 现在需要住院指导 其他地方有些外伤 伤势也平松 我都麻烦你 把他追好 你先别紧张 他现在的昏迷可能与你说的正下有关系 那 谢谢啊 我能进去看看他吧 好 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如果让你只认他们 你能认出他们来吗 我能认出来 就算他们烧成灰 我就能认出来 那就好 警察同志 那如果 这些天他们再过来捣乱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我们会进去 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的 有情况我们会立即给你们通知 如果这两天你们出门要注意点 我还想问一下 有一个叫苏燕的女的 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苏燕 嗯 是我们调查以后才能知道 谢谢您啊 那我去看下病人 谢谢师傅 小薇 建明 你先躺着别躺 好吗 没事 大夫不是说了吗 我就伤着筋骨了 躺两天就好了 今天 多亏了你 小薇 这些年我一直想 能给你做点什么 可是怪我 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机会啊 可今天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 当时我就一个念头 就算他们 把我打残位了 把我打死了 我都不后悔 别老瞎说 真的 小薇 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就是你 给了我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所以为了你 为了你我就是不要我这条命了 也是值得的 我怕你再受到伤害 这件事情 本来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可是你莫名其妙地就 就被牵扯进来了 我一想到这儿 我这心里都特别愧疚 建明 你先睡会吧 嗯 柯主席 我先走了 哎 喂 嫂子 我已经接到妈到上海了 你和我哥都放心吧 我哥那边 就托你多照顾他了啊 他没事吧 他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嫂子 顶多半个月 我就会把妈送回来 所以你也别太着急了 建华 你听我说啊 你哥他 嫂子 嫂子 这是长途电话 我不跟你说了啊 太费钱了 我先挂了啊 再见 嫂子 建华 这边我多给你准备了一份饭 晚上饿了的话你可以吃啊 小薇 让你为了我 这么累 你赶紧坐着歇会吧 没事 我不累 以后啊别说这样的话了啊 好好好 我 我再也不说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换好了是放到这里 待会我来收 好 谢谢 来 帮你换 还是我自己来吧 没事 你给我吧 我帮你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你那浑身那么多伤 怎么换啊 我来 我来 刚才我给妈打了个电话 妈答应了建华 明天去上海 我想她老人家第一次 出这么远的门 我就没跟她说 建华知道了吗 建华知道了 你昏迷的时候 我给她打的电话 小薇 还是怪我没本事 拖累了你 这件事情 本身就跟你没有关系 是我把你给拖累了 小薇 小薇 阿姨 下班回来了 来菜去了 我正想求你帮我个忙的 容易打个电话吧 问她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晚饭 再忙饭得吃吧 阿姨啊 我刚给她发完信息 咱们夜总忙嘛 这儿还没回呢嘛 是吗 要不这样吧 你看 今天我这菜买得多 你跟卉卉 上我们家来吃饭吧 行嘞 那我先上去啊 好好好 小薇 我先上去 下午 这一天 我看了 你 是 我先上去 你 他还不去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 小薇 我整天这么躺着 太难受了 我想去问问大夫 看看什么时候能出院了 我刚才去问过了 他说基本上没什么大事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多住几天 我真是觉得 太过意不去了 我不想看你为我这么累着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累 你好好养伤 我做什么事 太敢想打突了 阿姨 我这两箱子跟小薇比 还强点 跟您比 那就是八分梦腹 让小薇的爸爸知道 你不知道你这调味太棒了 没停歇 你赶紧 何叔叔 我告诉你的秘密 我妈曾经说过 我会做饭菜的男人 才值得做我懂得 照你妈那么说 那男的都靠出师学校去了 什么时候说的 我听我妈在电话里 跟王周阿姨说的 妈 你回来了 您拿我回来了 快马上好啊 九哥回来了 妈 温温回来 怎么这么累啊你 妈 你们先吃吧 我想去里边洗个澡线 那赶快去吧去吧 好 去吧 杨杨 来来来 把姥姥存在 小北 姥姥 我说句真话 你可别生气啊 你说吧 其实 我每次吃何叔叔做的菜 都要再吃晚饭 真的没良心 不想气死我啊 我从小把你带大的 阿姨别跟他生气 其实您不在的时候 他也说您做的好吃 不吃就算了 灰灰啊 你多吃点啊 该高考了吧 那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不吃好饭到时候路都走不动呢 奶奶 我可不想刚进大学就是个胖子 胖子是什么不好的 女孩子就这样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找你叶阿姨 或者找我也行 不用 我都跟我爸说了 不让他每天都管着我 可我每天的三尊饭 他和你都熟着我把饭吃光 这没良心的 那为你好吗 对了 妈 我约了客户 差点晚了 你们先吃吧啊 你哪这么忙啊 好早有钱约的 来 瑶瑶 惠惠 多吃点啊 医阿姨 再见 明明明再见 别等我了 当了叶总以后 就连一段生的饭都吃不好 你来了 那正好 这是口服的药 这是涂抹外伤的药 口服的药呢 一天三例 早中晚各一例 涂抹外伤的药呢 你在每次涂抹之前 一定要把患处清洗干净 好 我记住了 谢谢啊 护士长 干脆都给我开口服的药吧 那个 涂抹的药太麻烦了 你爱人都不嫌麻烦 你还嫌麻烦 这伤口不摸药能好得快吗 给我吧 礼堂就用一晚上 就开个联欢会 何主席 外边有警察找你 警察找啊 对 回头再给你打啊 我有点事啊 你前妻在外面赌输了 欠他们高利贷 他们所要三十万 你前妻已经保证 你们能帮他们拿出这笔钱 所以他们才不断地纠缠叶小薇 以为能乖乖就范 不是 警察您说的这个是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他们都是找过我 但我没想到他们能找叶小薇去啊 看来这情况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就上星期发生的事 来 护士月见女人在哪个房间 在八号病区 好 谢谢啊 来 这样是不是舒服点啊 谢谢 我看今天外面天气不错 要不然我陪你出去走一走 不想走了 晚点再走吧 明天呢 我想就去办出院了 回家养着 老这样拖累你 心里不能不去 我不累 我不累 小薇 这事你告诉郑东我吧 我想过几天找个机会再跟他说 最近会不会高考 不想让他分心 好 郑东 等你一天了 再等着你跟我说点什么 你都知道了 我 我开车吧 这两天多累啊 我真的不是 到家吧 都知道还不到个事 对 是他啊 是 marched 都知道还不到个事 你们可愁仔细了 我可是好人 别把好人给冤枉了 我没有 我没有想瞒你 不对 对 我是故意想瞒你的 可是我不是为了别的 我知道因为苏妖的事 弄得你最近心情特别不好 我不想再让你的情绪雪上加霜 我本来想等约建明出院以后 再慢慢地告诉你 我知道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我是不舒服 可是我是不是连不舒服的权利都没有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心里什么滋味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俩都不告诉我 看这意思 你俩还是商量好的 那我当什么人 那我当外人是不是 跟我没关系了这个事 这还就警察告诉我了 要警察不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俩在这儿 我都相信 今天我不来医院的话 你还不会告诉我 你别着急行不行啊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等整个事情平息以后 我再慢慢地跟你解释 有解释的必要吗 你要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行了 我也不说了 我没想到你心眼这么小 我心眼是小呀 我一直心眼就这么小呀 你早知道我心眼小 是不是早就 我怎么想的 我就是想 如果我早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躺在床上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建明 这是我那个前期惹的货 因为我来背吗 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任我 说到底 你们还是不信任我 好 行 你忙吧 我照顾他今天 我明白你那种发这么大的脾气 因为你一大把是在吃醋 就在吃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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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患里的感动之声 痛车掠拨了伤痕 春门花开的声音 永远的爱 散开我冰封的心门 有你遗留的体温 这散不尽的缘分 此刻更认真 无患里的感动之声 痛车掠拨了伤痕 春门花开的声音 永远的爱